唱擊性、數聯性 不敲響英國民怨積壓爆煲的警號 英國變成一個很不平均或者很不平等的社會 很多人是有錢了 但是從那個人口比來說是很窄的 是收得很窄 很少數人有很大量的資源累積 而這班人不單止有錢 有權有勢親近政府和政府打好關係 受到很多好好的待遇、好好的保護 譬如最近看到梅鐸的事件也是一個例子 陳家洛曾經留學英國 在牛津大學隨德英國政治博士的學位 他說當地十幾年來 一直都有很多社會科學研究指出 社會變得極不公平 08年金融海嘯之後 倫敦看下去依舊繁華 明年又舉辦奧運 但是實質外強中干 政府要削減長者退休保障福利 又增加大學學費 減少對學校的資助 打擊年輕人的上游力 由於財富、資源分配不均 國家表面的風光更加令到基層的民眾 感覺到嚴重落差 騷亂就一發不可收拾 陳家洛認為 英國政府可以用警力平息騷亂 但是手上卡梅論 缺乏解決社會不公平的政治決心 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而今次的事件也值得港人借鏡 其實跟全球化所帶來很多現代先進城市的情況很相近 就是不患寡患不均 大家都見到財富累積 但是大家分享不到經濟或者社會進步的成果 香港都是不分別 香港你說公道的議題 不論是房屋、醫療、教育、社會福利 都是觸動到很多人的敏感神經 他指香港政府對中下階層的照顧小 經常被子官商勾結 分化社會又不做事 管治危機就會由此而產生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胡安物報導